另一方面 前首相兼国阵主席 纳都斯里 纳吉提出 国阵已经厌倦在雪州担任在野党 同时批评西蒙执政期间 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的州属 同时拒绝许多惠民政策 让民众受苦 他呼吁选民惩罚 开出空头支票的西蒙领袖 同时鉴置蓝眼新任 熟理主席拉菲兹 质问对方为何西蒙在执政期间 没有兑现三大承诺 前首相纳吉今天在雪州国阵大会上致辞时 批评西蒙执政雪兰额的十多年来 经济增长不比其他州属 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于西蒙鸡蛋和执政中央的国阵合作 拒绝国阵提出的各种发展建议 反而让州内的子民受苦 纳吉呼吁雪州国阵 必须在大选时告诉选民 西蒙决策错误导致的恶果 同时要求选民给机会 国阵重新执政雪州 国阵重新执政期间 这一名前首相也坦言要从夺雪兰额目前不是胜券在握 但是如果参考过去柔佛和马六甲州选的结果 只要国阵能够好好动员铁干支持者 已经有胜出的希望 相比过去毫无胜算已经有了进步 纳吉同时号召国阵党员提醒选民有关西蒙没有兑现的承诺 并且用选票来惩罚欺骗选民的领袖 其中他就点明了最近多次批评他 甚至动员党员向警方报案的公正党梳理主席拉菲兹 我看 tape lama dia 她 janji 如果 PH menang pendidikan percuma di universiti boom free free higher education termasuk di IPTS pun free lepas itu dia janji 5000 lagi setiap pelajar 5000 他也劝告雪州的国阵成员党应该以胜选作为最终目标 在适当的情况应该顾全大局在议席分配上做出退让 确保能够重新执政雪州 目前雪州议会的56个席位中西盟卧有41席 国盟7席 国阵5席和斗士党3席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洛蘑菲 second Seco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